Diagram on the right shows a straight line AB 然后 the midpoint joining AB 是这一个23 它叫你找H跟K midpoint是加起来除2 所以H加7除2等于2 这个乘上去224 然后4-7-3 然后1加K除2等于3 1加K等于6 然后K等于5 OK好 所以这个是-3E 然后这个是7 OK -3 2 向前走5个 5个7个 1加2 3 3加2 5 Gradient of the line Gradient of the line的话呢 你就拿那个Y-Y除X-X OK 它拿B来-A的这个 我随便任何一个都可以 我拿Gradient of那个Mb 你看它会变成5-3除7-2 5-3 2 7-25 所以它是2不5 对了 然后the equation of the perpendicular bisector of AB 所以 so perpendicular bisector so perpendicular bisector 的情况之下呢 它是这样啊 所以我的 radient呢 会是等于-5-2 为什么会是-5-2呢 加变成- 打反过来 OK 然后 因为我的这个M1乘M2 会是等于-1这样的东西啊 所以我的经过的点是M2 多号3 所以我这一边就有Y-3等于-5-2 X-2 所以我这一边就有Y-3 不要不要准3了 Y等于-5-2X 加5加3 所以Y等于-5-2X加8 OK -5-2X加8 然后 它的课本呢 它是把它变成 没有分数 其实像我这样 我自己本身喜欢写到这样 我写成这样的时候 我可以知道它gradient 然后还有它windset 2Y等于-5X加16 所以就有2Y加5X-16等于0 这个是属于那个general form 然后这个是属于gradient form OK 这个是general form OK general form 然后 这样 OK general form 好 2Y加5X等于-6 可是课本给的那个答案 不是general又不是gradient 我也不懂是什么东西了 OK 这一边我是y-ye 等于mx-xe 然后这个是gradient等于y2-ye 除x2-xe 然后我们的那个midpoint呢 是x1加x2除2 ye加y2除2 这样的一种方式 OK 如果你刚刚的这个你不会的话呢 -5x2 然后2x3 就 你就有那个-5x2 2x3的时候 你其实还有另一种做法的 那个是contrary model max的方法的 gradient等于-5x2 它经过的是那个23 所以你有y等于mx加c 然后 那个m是-5x2 直接这样 这边放 -5x2 然后 所以你的这个 什么 它有xy 在这一边 x等于2 放进这一边 然后y等于3 放进这一边 所以你在这一边 放进去的时候 你就有3等于-5x2 2加c 然后你的这个月的时候 你拿到的就是 那一个c等于3加5 等于8 然后y等于-5x2加8 这样也是可以 -5x2加8 这个是属于form3 chapter9的方法